上午在八強賽演出大逆轉的中華隊 在下午的四強賽很可惜沒能再演驚奇 面對強勢的南韓隊 中華隊是連輸了三點吞嚇了敗仗 最終在團體賽止步四強 並列第三獲得了銅牌 上午的八強賽中華隊演出大驚奇 經過一個多小時的休息 立刻在投入下午的四強賽出戰強敵南韓 第一點混雙中華隊連丟兩局 很快輪到南丹吕嘉鴻登場 吕嘉鴻在丟掉第一局之後 終於在第二局找到自己的節奏 突破南韓對手徐承載的防線 為自己搶回一局 韓國這個選手會有拉掉當中 有一個突擊的變數的 一個很大的威脅性 那相對李嘉鴻這個部分是有一點欠缺 如果他這部分如果有頂過的話 基本上機會就很大 可惜第三局李嘉鴻還是沒頂過 一比二敗下陣來 中華隊的男雙只能背水一戰 背水一戰中華隊男雙壓力沉重 打得過於保守 終於還是在第二局經過五度的 第二局之後吞下敗仗 團體賽也止步四強只並列第三 奪下一面銅牌 剛開始下去有點打得太保守 尤其在後半局的時候把整個前場都掉了 導致於我們的前場不見得 變成失分力 防守就是一個大漏洞 結束四強賽 羽球亞青少的團體冠軍戰 19號上午11點即將由大陸和南韓對決 大陸今天在四強賽同樣連拿三點 擊敗實力不弱的日本展現強烈的奪冠企圖 聯合報系曾思如 簡子祥 台北報導